接下来真的要请大家一起来帮这位同学加油集气了 一名在花莲泰鲁阁精英酒店建教时期的黄姓高三同学 0403地震当天和同事一起搭巴士上班 却遭到落石杂重压住了双腿 忍痛一夜才从酒驱动被救出 他双腿骨折伤势严重 紧急送加护病房装叶克膜抢救 但至于肺部遭受感染状况不乐观 家属数度哽咽 旧派奇迹发生 忍痛一夜终于脱困 他是花莲精英酒店的建教实习生 3号他搭上巴士准备上山实习 没想到强震落下巨石砸出重伤 黄姓高三身直到4号脱困 发现他双腿多处开放性骨折送医抢救 只是状况急转直下 6号撞上叶克膜急救 8号一次出现背栓塞 让守在一旁的家人急坏了 急救比较久 所以就导致他现在基本是植物人的状态 他现在骨折那个已经不是最容重的状况 所以不敢让庄叶克膜出现一些异常 所以急救20分钟脑部缺氧 第一名特优 就是我们的家加油 学校售出黄姓同学得奖瞬间 参加餐饮比赛的冠军作品 取名和自己的名字环环相扣 表现优异的他在0403大地震那天 巨石重压双腿整整32个小时 病况不乐观 有意识还研判恐怕得截止保命 枪吹之后我觉得他比较急性 其实呢要避免有更多毒物 然后进入我们的身体 其实都是要考虑要把他得截止 黄姓高三顺在加护病房与死神搏斗 就判出现转机度过难关 记者陈静叶花联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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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